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现在能说吗 我刚刚贼妹选的句话收回 没有用了 我已经受伤了 我没有像旁边单单或美女那么美 然后也没有古名单那么高 我觉得我做女朋友就正正好 但是你吃我的菜 没事 谁吃谁不都一样吗 等一下地址告诉我 就给你订卡 结束就去 刚刚贼妹选单单说去给你订卡 根本就不现实 因为我是好而民 真正能去的人是我 我也是这样的 有点像舒淇 舒淇也是我喜欢的女人 我喜欢的女神 女神 深情地看着对方 那并挺好的 谢谢 真的是 你就怕说但是 我觉得你这不是发点脉萌 就在我们河南有个地方 要左摆你知道吗 不过你这种左摆我喜欢 但是我也关注过你好几次了 但是我觉得你对每个男嘉宾 好像都这样 这一点我有点不喜欢 那一定是你看见的男嘉宾 还有很多你没有看见的 我都没有说话了 所以都播不到 没看见都发 尤其主持人邱启明 大家好 我是邱启明 欢迎各位在每周二晚间的10点 准时的收看我们约会吧 各位可以打开你们的微信 进入到摇一摇 对着湖南卫视摇一摇 你就可以得到我们本期嘉宾的资料 具体的方式 请看我们电视屏幕的下方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 邀请三睡姑娘登场 姑娘们辛苦了 我们来看看 那接下来上场的男嘉宾 她是谁 我一直都在流浪 可我不曾见过海洋 我以为的遗忘 原来躺在你手上 我努力微笑坚强 寂寞出城一道尾墙 也低不过眼里 最温柔的月光 大家好 我叫潘志勇 然后来自黑龙江省哈尔滨市 然后在酒吧做经理一职 我的爱情宣言是 我希望找一个 这个女生说跟我在一起 就即使说话不说话 都不会觉得尴尬 对 帅帅的男生酷酷的 而且特别会打扮自己 穿得很运动也很时尚 来 姑娘们 我们一起用全场亮灯的方式 来欢迎潘志勇先生 看清楚三睡姑娘 找出你喜欢的那一位 好 心意的姑娘已经产生了 我们会在最后一个环节 把她请到这个舞台上来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要了解这个酷酷的 男嘉宾志勇先生 来看一看生活那么多 在酒吧里这个经理究竟做得怎么样 一起来看短片 好 大家好 我叫潘志勇 然后今年22岁 来自黑龙江哈尔滨 然后在哈尔滨 从事酒吧经理这一项工作 平常在酒吧工作的时候 总要从事着楼下 以酒吧场内的定台 然后之后场内的气氛调动 然后和场内一些布置啊 就比方说过生日啊 客人什么的这些等等 我感觉我现在就是在中国 过着外国的视察 因为平常人家的慢下班 然后第二天早起来 下午三十点钟起来吧 然后七两半上班 基本上就是桌子的腹食 每天都是这样 平常生活中 比较喜欢球力运动 然后美牙是肩肩肩肩 打抬球 平常也喜欢跳舞 最擅长的应该算超频吧 然后就是也没正规学过 就是看过网视频呢 然后简单跟着跳一跳啊 我感觉我是一个两媒性的人 因为平常在工作中吧 可能面对着喧闹的人群呢 然后还有动感音乐 可能久而久之可能就疲倦了 然后所以说特别就是珍惜那种 片刻的宁静 然后所以我每天在家的时候 都会放一些受情的歌曲 分享的时候挺珍惜的也 我一共谈过三次恋爱 然后有的是说因为说 可能我这是性格比较强势吧 然后说性格不合适 然后总有一些事情已经吵架了 双方不信任吧 就是说你可能 因为这小事互相猜忌 然后之后 我感觉再深的感情 都会因为就是 每天的小吵架而磨得大了 所以说我觉得我以后找女生 第一个挑战一定要懂我 因为我这么工作的原因 可能每天就是面临着 异性朋友可能会多一点 但我感觉两个人嫌爱 最重要的就是互相信任 对吧 那些爱情的基础就是信任吗 对于长相方面 我真的没有太大的要求 我就觉得 只要让我找到那一个 就说我跟你在一起 我们虽然相互都不说话 但是也不会感到尴尬 你活着那个人吗 我等你 很高冷的一个男生 酷酷的哈 甚至有一点皮皮的那种感觉 男人嘛 尤其是东北的爷们 真的就是太有型了 你知道吗 就是一出来 我心里那个 就是那个激动指数就 飙升了 对 然后真的特别有型 而且我特别喜欢看男生跳舞跳 特别有感觉 你能在我旁边来一顿吗 好 对 旁边 我要享受一下 可以吗 太羞了 我去吧还是 没有 我过来也可以 你过来吧也行 好 好 来 太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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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意思 这样你说太羞了 满足了吧 那你真的应该特别感谢他 你想穿了一个18寸高的高跟鞋的 坐到这儿了 多不容易 没有好吗 不要这样好吗 我们我们的身高是最佳情理身高 你知道吗 其实没有 没有我近看真的是心跳 心都快蹦出来了是吧 好 接收到你的信息了 偶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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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东北人吗 没有 我不是随你吗 对不对 那个等一下地址告诉我 去给你订卡 结束就去 这话十字语 男嘉宾 你是我的菜 你好 刚刚常男男说去给你订卡 那根本就不现实 因为我是豪尔滨的 真正能去的人是我 然后呢 刚刚你从台上走下来的时候 因为路过我身边 闻到了一个特别熟悉的香水的味道 我特别喜欢喷香水的味道 谢谢 然后 就我跟常丹丹站在这儿 我们两个第一眼你看过去 你会更喜欢我们两个哪一个 我有点看不起 乖 都喜欢 你俩不能都喜欢 肯定要选一个 那我过去了 对啊 那么贼没书演的吗你啊 我现在能说吗 我刚刚贼没书演的句话收回 没有用了 我已经受伤了 我感觉 14号可能就更好一点吗 更服务了什么一点 对 他感觉15号可能更好一点 对 你俩人就清楚一下 他说的那个数字啊 这种话就比较好一点 到底是十几号 真的啊 这种话 对 他是一个绅士的男生 你觉得他会得要说出来 14号稍微差一点 我其实我更喜欢15号 他能说得出来这个吗 原来喜欢15号 谢谢 哎 我可以这么说 但他一定不能这么说 对吧 好 好 好 单单你就忍一会吧 对吧 那么多人喜欢你可以了 好 来 我再给你介绍一个老乡 24号 崔飞 你好 您好 你好 首先我没跟你没等 谢谢 我觉得我俩认识 今天特别搭 你觉得吗 黑白料是吧 然后我还戴了一个帽子 你说你穿能多嘻哈 然后希望你能关注一下我 会不会给你留等的 黑白配啊 你除了衣服上配之外 你觉得感觉像气场上配吗 对不对 有五秒钟 刚才觉得尴尬吗 聪明的女人啊 他记住了你的那句话 不讲话都不尴尬 好 原来你俩是这种气质上的相对 关注一下24号 老乡 崔飞 那接下来我们就看看 这样一个酷酷的男生 他对待感情 是一种什么样的feel 一起进入大考文 考文开始 你觉得你有大男子问题吗 极度大男子 你现在哪些方面 就比方说 比方说我俩同时乡中 我俩买两件衣服 有一件他相中的 有一件我相中的 如果我相中这件 我就必须让他买 你这么强势霸道 如果跟女友吵架 你会怎么办 我可能会喜欢女生说 像我撒撒娇什么 这样我气就很快会消 然后我就是那种 吃完不吃硬的那种感觉吧 那如果吵架后 你会主动认错吗 可能不会 你之前分手的原因 和你的性格有关吗 有点关系吧 那你今天这样说 会不会灭很多灯的 我觉得肯会 肯定会有欣赏我的 会想我有没有办法 哥们 我只能跟你说 保重 听完对话之后 噼啦啪啦那么多灭灯的 包括东北的老乡啊 这个2627这个全都灭灯了 我想知道一下姑娘们 在生活当中 大男子主义 究竟杀伤力有多大 喜欢大男子主义的 来 举手 觉得我的男人就应该 有这个范儿 好 请放下 不喜欢大男子主义的 请举手 我感觉大差不差 双方 有喜欢的 有不喜欢的 来 10号高尚 我家倩倩非常喜欢你 然后她说你长得像彭于燕 所以多关注一下 我们家倩倩非常喜欢你 好 来 倩倩 13号 谢谢亮斌 我特别讨厌大男的主义 但因为是你都忍了 谢谢 真的 然后我真的觉得你很像从业 就是我喜欢的类型 请你努力地往这边看 好吗 特别讨厌大男的主义 但是因为你是她喜欢的款 所以她可以无视 可以不在乎 来 14号 丹丹 为什么面灯 这些女嘉宾都是怎么了 清醒一下好不好 你以为长得帅就可以为所欲为吗 我也喜欢大男子 但是我喜欢一个 就是大男子主义来保护我的那种 欲望的那种大男子 而不是说让我去哄她的那种人 我觉得你要找的应该是一条宠物 天天跟着你复读鸡 汪汪的叫 而不是一个女朋友 你知道吗 我觉得你应该去多为女生着想一下 虽然说你这个性格是以前养成的 但是你不觉得女生也应该有自己的小脾气吗 女生找一个男朋友就是要来体现自己的 我感觉懂我的就不需要截止了 不是 你哄过人吗 你哄过人吗 你能尝试一下吗 我生气的能哄一下吗 对不起 就是不乐意 你在生活中一定听惯了很多女生 她们赞美你 然后过来追求你 过来疼惜你 甚至说是讨好你 所以你觉得我的性格就是这样呀 我性格二十多年 我改不了呀 你们喜欢你们就在我旁边 你们来讨好我 你们来宠我 你们不喜欢无所谓啊 反正在我恋爱的世界里 我多你一个不多少 你一个不少 你给我传递的就是这样的一种状态 我觉得是你周围的女人把你给宠坏了 可能吗 我灯到现在也没灭 我也是因为你长得实在是太帅 我不忍下手 但是我又转念一想 真的是 如果你这个习惯 一直这样进行下去的话 可能你之后的恋人 他最初对你那种很狂热的喜欢 也会对你冷冷的就浇灭了 他就是有再强烈的火焰 遇到你这样的冰山对他不闻不问 那团火也没了 真的是这样子 有一些人他在很喜欢你的时候 他会用他所有的力气去对你好 但是等到那个人 他得不到回应的时候 真的是所有的热情 也持续不了多久 是这样子 现在14号跟9号两个人 对你的这个批评完了之后啊 我觉得你已经属于那种 无可救药性的男生了 我就突然一下子 就被他俩给洗脑了 我觉得一无是处 其实是不是这样的呢 我觉得一定不是这样的 其实你真正了解这个男人的人 我觉得他不会轻易地 让对方就生气了 如果这个男孩觉得 是因为自己的原因 让对方生气不开心的话 我坚信这种爷们儿型 大男子主义的男人 一定会有他的方式 让对方开心起来 你说是不是 是 大声说 是 所以别欺负他这个耍酷了 他耍酷有时候 他不知道该怎么跟你们去对话 但是我坚信 这个再冷再硬的一个 这个铁石心肠的男人 他总有对心爱女人温柔的地方 只是一般人不了解 看不见而已 好 谁跟他在一起谁知道 来12号刘美梓 阿比你好 嗨 你好 你知道吗 其实你跟我前几个男朋友的性格 都超像 但是我完全反对 刚才那两位跟你说的话 因为你改不了 总有一个就是 被你这样做的女人等着你 因为真正了解这种性格的人 他是他身上只有一个点 你只要不处分他那个点 应该就没有问题 有底线的对 对 所以我很理解你 因为我有跟这样的性格的男人 在一起过 但是我面你灯的原因 真的超级累 累到让我觉得生活 好像难以继续下去 所以我面你灯就是这个原因 但是你的性格 跟各方面都超级吸引我 人就是贱 越不是受不了这种性格 反正越喜欢这种性格 但是如果你在大10岁 我会为你流动到最后 可惜年龄太小了 对不起 谢谢你家宾 18号燕燕 男嘉宾你好 你好 因为我是开酒吧的 所以我特别地理解你的工作 而且 因为我也认识很多全国的 一些酒吧的工作人员 包括一些跳舞的 还有DJ 我想问你一个问题 你会在场子里 跟你的那些 或者跳舞的那些 或者场子里 一些小蜜蜂啊 会玩暧昧吗 不会 我分得很轻 你就是来问这方面的是吧 对 你对这种小男生 你能接受吗 可以啊 我最主要看他 有没有那个上进心 对 有没有上进心 好 这个要牵手也挺好的 以后那酒吧就是你的了 干什么经理啊 直接当老板了 2号 赵辉东 男嘉宾 你好 你好 我看那个好多女嘉宾 都是那个跟你说是家里东北的 然后我也要跟你攀一下 套下近乎 因为我也家是沈阳的 我两年人 沈阳的 对 就我们离得比较近 跟其他女嘉宾不太一样的是 就是我比较喜欢这种 就是怎么说 大男子主义型的 因为本身我就是一个 特别有主意的人 所以我希望一个 在思想上或者行为上 能压制住我的人 所以有点受虐的倾向 我特别喜欢这种高冷的性格 好 喜欢他就继续为他留灯 好 来 留灯的姑娘们 请你们做出最后的选择 2号赵慧东一直在为你留灯的 来 掌声欢迎2号赵慧东 赵慧东23岁本科 平面广告设计师的沈阳 刮造男 请远离我 父亲司机母亲退休工人 喜欢绘画 喜欢男生能够大男子主义 高冷一点 不要画多的 一定要1米8以上的 哦 果然是喜欢高冷型的 好 来看一下 心仪的姑娘她是谁 24号 崔飞 崔飞20岁大专摄影师的沈阳 别黏我 等我黏你 父亲私营业主母亲全主太太 挣钱存钱 省钱 这是她的兴趣爱好 还有一个 古征 是个外貌协会 男生要能自理性格 要是弱势的那种 因为她比较常识 好 不是代表酒吧来招人的吗 好 有问题要问吗 没有就 来 请走到两位姑娘中间 你右边的这位姑娘 赵慧东是为你留灯的 表明100%的愿意跟你走 只要你签她 你今天就成功 不会一个人离开 但是24号崔飞有点困难 如果招员工的话很简单 很可能今天就答应你了 要是想做你女友的话 因为她已经灭灯了 她可能会拒绝你 但是你可以继续努力去争取 明白吗 好 来 5秒钟之后 请做出你的选择 5 4 3 2 潘志勇继续耍酷 跟我走 恭喜两位 谢谢 谢谢 谢谢崔飞 这种愿赌服输的性格 我喜欢 两位好好相处加油 欢迎各位收看湖南卫视 我们约会吧 节目当中缺续成功的嘉宾 将会获得每人1000元的 约会基金 以及每人价值1000元的礼品 同时呢 大家可以打开微信 进入摇一摇 对着湖南卫视摇一摇 就可以获得本期嘉宾的资料 具体的方式呢 请看屏幕的下方 好 姑娘们辛苦 我们来看看 接下来上场男嘉宾 她是谁 大家好 各位女嘉宾好 我叫韩旭 今年25岁来自北京 是一名正经的相声演员 请大家多多关照 谢谢大家 谢谢 欢迎你 韩旭 老人 您好 您好 您说这声音 吐字太快了一点 我说老师 你好 我一下听成了老人家 你好 其实我特别爱听北京话 也喜欢 喜欢 就觉得北京话地道 有味道 您是 我是江苏人 没问题 网门城 咱一块儿聊聊天 您就消灰着北京话了 行 好 来 我们一起用全场量度的方式来欢迎 来自北京的土著相声演员 我们一起看好 好 谢谢 心里的姑娘呢 我们会在最后一个环节 把她请到这个舞台上来 接下来我们来了解一下 这个来自北京的相声演员韩旭生活当中 她到底有没有去 这个环节大家可以随时灭灯 也可以随时为她留灯 好 来一起看短片 大家好 我是不含蓄的韩旭 今年25岁 来自北京 是一名正个郎的北京孩子 现在所从事的 我现在从事的是一名专职的相声演员 感谢大家热情的掌声 谢谢 今天不错 对 满坑满谷 大伙都做来齐了 是 我学相声比较晚 大概在19岁 然后去的相声团体 到今年已经有六年的时间了 因为演出的时候呢 老爷爷穿一个绿色的大褂 然后大家给我起了个爱称叫我小绿 刚才你俩上了吗 是 刚才你俩上了 那大股也不上 在当年之前呢 我干过很多的工作 比如在饭馆的厚图 端过盘子 倒过水 扫过后厨 偷过嘴 后来在国旗里边上班 但是因为我特别喜欢相声这个行业 然后就转转到相声演员了 演出之后我就比较宅了 下台以后就直接回家了 平时白天呢 除了忙自己的工作以外 剩下就是比如陪朋友聊聊天 喝喝茶 因为我不抽烟不喝酒 什么mix legs 法华四肢 我都不愿意去 每天站在高楼上 看着地上的小蚂蚁 他们的头很快 说到感情呢 我这个人就跟名字一样 比较含蓄一些 曾经有一个交往三年的女朋友 后来因为家里的不同意 就和平分手了 主要是因为赵母娘看不起这个工作 上班就要迟到了 他们很着急 通过这次以后呢 我就觉得如果再谈恋爱的话 先见见咱们的爸爸妈妈 如果爸爸妈妈同意以后呢 咱们再往下发展 我觉得这样会得到双方父母的助手 其他就没有什么要求 就是您看着我顺便就可以了 如果您觉得我合适 那咱们就约会吧 谢谢 这短片一播出 我就知道 我看过他在北京的表演 你们那个相声外头 有一很大的夜市喝啤酒的烤串的地方 是不是 对 因为我看到你那个 您正常是捧根 您是捧根 您是捧根 站在猪罗外边 那个胖胖的 扎一毒辫的那个 他是 不停地一说相声 擦汗的那个 你们俩正常在一起合作 经常在一起合作 那我看过你们的表演 是 欢迎你 欢迎你欢迎你 谢谢您 祝你今天演出成功 好 我不是求老 我是来相亲的 好 相亲的 对相声演员 这个大家都是比较喜欢的 但是呢 我不明白这些人 为什么会把灯给灭了 好 来29号 傅孝阳 灭灯礼 是这样的 男嘉宾 我不喜欢画非常多的男生 你是说相声的 我觉得你平时画肯定特别的多 我喜欢两个人在一起默默的 看着对方 深情的看着对方 不是 我这个有一个误区啊 首先第一点是因为北京人能说会到 再有一点就是职业的问题 其实我在台上看着可能比较会表拿 台下可能跟我的名字差不多挺含蓄的 因为有时候录节目或者说跟表演是一样 需要你往外表达你自己的东西 那你会逗家人笑吗 得看家里人给不给钱 不给钱也逗他们笑 台上还人五人六的 台下可没人样了 就是都不愿意说话 这个其实也是可能工作的原因 你太不爱说话了我也不喜欢 就是还是感觉不对 你这要求还真高 对 就是感觉不对 话多了你也接受不了 这话少了宅的那种你也接受不了 对 不是主要还是它不是我喜欢的类型 就算如果是它 它是我喜欢的类型 话多话少我都喜欢 就是说到就得实话上去了 就是这个感觉不对 刚刚拐着弯啊 拐着弯找了好多理由 就是姑娘你下来跟我直说 我还能接受你拐着弯的 我不得给你留点面子吗 都上台了不要面子了 好 谢谢 来 19号邓蓉蓉 就是灭灯的原因 就是怕我们俩 有一天生活在一起了 比如说有一天我回家 我说 亲爱的 您说 哎 我下班了 嗯 咱们晚上吃点什么呢 您说呢 我想吃包子 得嘞 我真得诚情想 演员在台上是一面 她生活又是一面 所以我特怕您 会有这种职业病 因为我从台上观察您 到现在包括和邱老师的 言谈举止 都有一些说向上的这种成分 所以我感觉 可能我和您之间 不适合成为恋人 可能更适合成为您的一个客人 所以我把灯给您灭了 谢谢姑娘 不过我还得说两句 上台 因为咱们在录节目 你台上肯定 跟生活还是不一样的 谢谢姑娘 谢谢 我觉得就是 因为我那个工作比较忙 我跟家里面人聚在一块比较少 我觉得如果我跟男嘉宾在一起的话 那个逢年过节 把你带回去 给我爸妈说说相声 我觉得还挺喜气的 就是因为男嘉宾长得也挺喜气的 就是那个你们相声不是说学逗唱吗 要不男嘉宾就给我们唱一段了 我别唱了 咱们有机会去剧场好不好 看表演 因为我觉得相声 你看我都不知道你唱的怎么样 我要现场感受一下 不然我怎么那个跟我爸妈交代 我也跟我爸妈说 我找了一个说相声的 哎 来嘛 给他来两句 姑娘你是哪儿的人 给他的面子 我是上海人 上海人啊 我发现上海的姑娘呢 包括男生呢 说话跟北方人有一个差别 什么差别 说话软 好比说南方啊 爱听户剧 有这么一个小曲 我给大家学学 看他像不像 姑娘就是你要听的 听不懂 叶鼓掌 听不懂也鼓掌 对 好 为什么 听不懂也让大家鼓掌呢 因为咱们说一点 南方人说话 北方不一样 人家管吃饭不叫吃饭 有朋友知道叫什么 嘴巴里边的 吃饭 吃早饭叫什么 早微 中午饭 中微 晚饭 雅微 人家管睡觉 不叫睡觉 叫什么 困高 我也纳门睡觉 你又恐高 你打地扑我 我们大大人就这么一个意思 一唱起来就是 吃完早饭 吃午饭 吃完午饭 吃晚饭 吃完晚饭 就睡觉 一觉起来 吃早饭 谢谢你 不是吃就是睡饭 一天也没什么事做的 就是饭动的一天 你意思就是这样说上海人 不不不不 我说这个 不不不不 我怕他给我灭灯这么说啊 我这么说是因为什么呢 是因为南方人少吃多餐 这是他们生活态度 我说错话他就给我灭灯了 好 不错不错 我相信许蕾应该挺满意的 谢谢 谢谢姑娘 好 刚看完短片之后 灭灯的姑娘表达了自己的意思 什么样的一个原因 但是相声演员 她应该有家庭 对不对 平常都把那么多的快乐 带给大家了 那自己的感情到底快不快乐呢 我们来一起看看 大考文 考文开始 之前那三年的恋情破裂 除了你职业的原因 还有别的原因吗 还有别的原因 可能想起来 稍微对人姑娘有点愧疚 为什么愧疚 这其实人活在当下挺实在的 我这身为一北京土著孩子 任门没有 什么都没有啊 你指的是哪方面 物质 您说这个北京 雾华天保人皆地灵 怎么着 您就算拆迁也得有一两套房子 是不是 我现在这个 一套房子都没有 还是跟爸妈 带着爸妈一块合租呢 那你会因子而自卑吗 这倒不会 因为我天生就是一乐天派 我的爸爸妈妈交给我就是 字典里从来没有自卑两个字 但是爱情和面包同样重要 你不觉得吗 嗯 这觉得 我觉得目前来讲 应该以后会跟现在一样更努力 回答完毕 考虑完毕 谢谢 男嘉宾你好 我想问你就是如果说你未来的女朋友很介意你这个工作 想让你放弃这个工作 你会放弃吗 嗯 能当副业吗 因为我现在 副也可以 我指的是正业 可以 可以 然后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看你在台上就是很活泼的样子 在私底下你是一个在爱情中是比较偏霸道的 还是比较听话的小男人 哎呀 那应该是绿色性格 我这人特别随和 你多接触接触就知道我这人特别随和 如果说你跟你女朋友吵架 你会首先第一个认错吗 即使说不是你的错 会啊 会啊 我之前已经认错三年了 都是我先认错的 因为我觉得两口子过日子 就是给对方一台阶下 可能当时炒的面红耳汁回家给一台阶下 就没有什么过不去的 好 谢谢 没事 男嘉宾你好 你好 从你一出场开始我就觉得你很有亲和力 所以我被你亲和力打动 然后再就是你的才艺我很欣赏 然后这边的话我想问一下 就是如果说是 你对待你的女朋友 男闺蜜较多的话 您会怎么处理呢 我觉得这个人活在当下 应该有自己的朋友圈 但是你也分哪个男闺蜜啊 因为我不承认 因为我觉得现在活在当下 人的压力非常的大 你说买房你压力大 买车你压力大 包括作为男人 买通账母娘你压力也大 人活得特别累 要不咱们怎么叫人类呢 活得特别累 那您的话会很吃女朋友的醋吗 属于醋痰酥那种类型的吗 你要是喜欢她 你肯定会吃醋 你要不喜欢她 你肯定不会吃醋 对吧 要的话再理嘛姑娘 好 谢谢 再理对吧 再理 我为你刘登的原因是因为 我跟你有相同的经历 因为我以前也是学话剧表演的 学了三年 然后我男朋友的母亲 就特别反感我这个职业 觉得我一个女生 天天抛头露脸的不好 但是我理解你 我觉得我们是用我们自己的劳动 来赚取我们的钱 赚取我们的生活 我觉得我要给你掌声鼓励一下 谢谢姑娘 为我们这些表演工作 掌声鼓励一下 因为我觉得这个行业 没有任何的卑微 我所挣的这些东西 所拿到的钱 都是我一嘴一嘴 在台上说出来的 和付出是成正比 因为现在可能你说的问题有道理 所以我现在呢 也是有一个小小的传媒公司 这个传媒公司呢 可能大家最近在看 腾讯新闻昨天晚上 说了一个河北唐山 有一个价值一个亿的婚礼 两个亿的婚礼 那就是我们给做的 你以后的人生规划是什么呢 就还是想继续从事这个行业是吗 不是啊 我已经在23号 我来录之前 我都没有想到23号 就是咱们说完那个 价值不菲的那场婚礼以后 就是我已经在转型 那个23号的婚礼 是我收获的创业第一桶金 那你不会再没房什么 一套房都没有 不可能了呀 我录之前VCR确实没有钱 那现在就是有了是吗 这个 是 但是我又不是那种物质 你我只是 告诉在场的女嘉宾说 你现在已经有房了 不是刚刚录VCR时候 那个没房的男的 是 所以你劝劝他们 这灭灯的你都让他们给亮起来 尤其那27那几号的那个 是的 所以说一会儿 你嘉宾们就是 觉得他还不错的话 就是都给他留留留的 那嘉宾挺好的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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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怕说但是 但是你不是我的猜 哎 没事 谁吃谁不都一样吗 没事 姑娘你想想 你想好了你就灭灯吧 有点心 谢谢 谢谢 我也开个玩笑 谢谢 好 谢谢大家 来 谢谢 刘灯的姑娘们 我们做出最后的选择 祖国河山一片红 你看 没一个了 好 心仪的姑娘也灭灯了 还要争取吗 不争取了 不争取了 我人就随和 就是你 我主动表达 如果你不乐意 那就算了 因为我这人 我就觉得 人还是实实散散一点 好 如果你喜欢的东西 它不属于你 你追到手 它也是不属于你 强柳的瓜果不能甜 对 所以我觉得 他要是不喜欢你 明年我再来呀 就顺水随周了 对 随遇而安 对 就是随遇而安 好 那我们就谢谢 30位姑娘的陪伴吧 来 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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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韩徐 谢谢邱老师 谢谢您 来 我们要公布一下 心仪的姑娘她是谁 29号 第一位灭灯的傅孝阳 只要是心里有真爱 管她是巧舌如簧 还是沉默瓦言 所以在这里 要再一次地跟韩徐说一声 继续加油 欢迎各位收看湖南卫视 我们约会吧 节目当中缺续成功的嘉宾 将会获得 每人一千元的约会基金 以及每人价值一千元的礼品 同时呢 大家可以打开微信 进入摇一摇 对着湖南卫视摇一摇 就可以获得本期嘉宾的资料 具体的方式呢 请看屏幕的下方 姑娘们辛苦 接下来看看上场男嘉宾 她是谁 所有美女们你们好 我叫王鹏辰 然后22岁 来自河南郑州 我交友了宣言室 做有良心男人 找有气质女人 然后给你们带了界面 每人一个 你看你们是现在哪 还是下场之后给你们哪 那来吧 姑娘们 好 好了 来 姑娘们 我们一起用全场亮灯的方式 来欢迎来自河南郑州的王鹏辰 好 来吧 你先看看三十岁姑娘 找出你心仪的那一位 好 我们来了解一下 有产品的男人 一起来看三天 在家王鹏辰 生活在河南郑州 目前做护肤品微商这一块 当然这个护肤品品牌 是我跟我姐一手创立的 其实微商这一块 没有你想象中那么简单 每天要想着 怎样去发朋友圈 怎样去表达 然后会遇到各种客户 还有代理们各种骚扰的问题 所以说每天特别麻烦 每天特别琐碎 但是在这中 我也见了心惊涩涩的人 也在其中学会了很多经商自道 因为家里还经营着一家 餐饮企业和食品律师 所以除了微商 我平日还帮父母打电影公司 这一块 但我都是从最低层干起 所有的事情都是自己亲力亲为 那个王鹏辰 是一个表面看起来 像个大男孩一样 就比较活泼 比较阳光的那个 其实他比同龄的男孩 可能要稍微长出一点 希望他这次过去 可以找一个 比他还多彩多役的女人回来 虽然平时很忙 但是我日常生活中 也有很多兴趣爱好 比如说玩改装车和摩托 这些玩意儿 让我热血会堂 除了狂野的一面 我有时候也是一个居家好男人 朋友聚会的时候 我喜欢大展我的厨艺 然后每次看到套门车特台间 然后我内心自然成就一种成就感 还有就是可能因为父母是河南乐剧团的吧 然后我遗传了一副好嗓子 黄小柔给我起了外号叫停歌小王子的 我觉得男生唱歌好非常有魅力 特别容易吸引女孩 说到女孩子 我比较发的那种什么 会卖萌啊 会发点啊 我喜欢女王发 一姐发 如果说你气场足够强大 个性足够特别 那我们约会吧 你说到卖萌发嗲 只有一个人把自己对照上去了 15号 徐磊 其实呢 我呢 只对自己喜欢的男孩子卖萌发嗲 只对自己的男朋友发嗲 所以呢 我如果对一个男孩子对上眼了 他可能会成为我未来的男朋友 我会给大家发一下点 但是男嘉宾呢 应该就 没有办法对你那样 不是 在我觉得 你这不是发点卖萌 就在我们河南有一句话 叫左摆你知道吗 不过你这种左摆我喜欢 但是我也关注过你好几次了 但是我觉得你对每个男嘉宾好像都这样 这就有点不喜欢 那是你看见的男嘉宾 还有很多你没有看见的 我都没有说话 所以都拨不到 没看见都发哈 我告诉你 徐磊就是这样的人 他就是特别爱发点 对每个人都发点 但是我 你觉得我属于气质型的吗 属于啊 挺 你属于我 你觉得我有郁姐范吗 有 咱俩搭吗 还挺搭的 真好 告诉你 就男嘉宾 我觉得他笑的那个 就是他的脸 我觉得笑的 真的笑的特别好看 我特别喜欢你笑 不是 我现在都吃胖了 我有时候一笑 朋友都说我像忍者神龟 我跟你说 其实我不是很喜欢 就是有点胖的 但是我觉得你胖的很有味道 而且基本上男人站在启明哥哥旁边 你知道吗 都会没有什么气场 但是我觉得你站在他气场十足 我觉得啊 一个男人出来 就在站了板直 对吧 对 他有气场他有担当 是不 对我就喜欢这种性格 男嘉宾不是胖 明明是壮好吗 身材给我一种感觉 特别有安全感 然后特别接低气 就是俩字实在 然后再俩字 三个字我喜欢 我是觉得吧 男生一定要给女人安全感 如果连安全感都没有 何况叫男人呢 给我感觉很靠谱 信一下我啊 我很女神的 OK 美女 其实男嘉宾 是我属于我喜欢的类型 因为我喜欢男生 以事业为重 我不喜欢他以感情为重 因为我感觉 判断一个男孩是否优质 我感觉应该用他的事业 和他的责任心去判断一个人 所以这点我喜欢 第二男嘉宾说 我喜欢郁杰女王 我发了这点我就更不能灭灯了 因为这不就是在说 我为我而来的吗 是 美女 我会关注你 我看到的 但是男嘉宾说自己是做微商的 我认为一般做微商 也有朋友也是 一般都是比较能说会道 所以不知道这种能说会道 会不会有时候演变成一种油嘴滑舌 这个你放心 是什么就是什么 正儿八经而说 你不能欺骗人家 胡弄人家对吧 你说完一次 你骗人家了 人家再回来找你不找 他说出来非常重要的一点 诚实手信 其实这也是做人的一个底牌 小伙子不错 他这个气场如果表达出来的话 应该会很受姑娘们的欢迎 那我们就来看看 他内心里头 对待感情有什么样的要求 一起进入大考问 考问开始 你的感情经历里 让你最刻骨铭心的是哪一段 应该是我的初恋吧 比我大六岁 然后谈了两年 你们分开的原因是 分开的原因是因为他背叛我了 在我无意间发现 他跟别的男生开房照片 他多次欺骗我 然后我接受不了了 就分开了 你觉得他遗情别恋的原因是什么 他遗情别恋 估计是我那时候 应该是没事也 只知道吃喝玩乐吧 天天无所事事 然后没有依靠感 没有安全感吧 你从小就是 特别叛逆的孩子吗 以前是 以前特别让父母头疼 天天偷家里钱 出去带一大帮人吃喝玩乐 你觉得现在的你 改邪归正了吗 那必须来改邪归正啊 现在小时候能靠靠脸 在长大 该说你不懂事的 男人没钱 是怎样去养活父母 照顾老婆孩子呢 然后我是这样想的 在我爸六十大寿的时候 我准备送我爸一栋特体别墅 作为他的礼物 也作为我的回报 考问完毕 来吧 我把它留给我们 留灯的姑娘们 男嘉宾你好 你好 你看俺总不总 挺棒的 你说你喜欢女王范儿 玉姐范儿 对吧 你看我呢 从你身上看到了玉姐范儿 你像北京里边那老大的女人 大哥的女人 但是我不喜欢她 我喜欢你 你就是我梦中情人之一 之二之三呢 就是咱俩在一起以后的事啊 还有就是你说你喜欢机车是吗 对 我看我像不像玩机车的 像 如果你玩大牌的话肯定特放 我有两辆摩托车 我就有玩机车的 所以咱俩这一点很对口 OK OK 我驾驭得了你吗 一般 那就看我让你拿捏 不让你拿捏 一般 一般 一般也很远 我就不想见你了 你是我的菜 但是她不适合你 我适合你的 男嘉宾表里无一 我会为你领夺到最后 一定要注意我 OK 你觉得这个梅子是属于什么范儿的 她长得太漂亮 我有点受不了 你不是要找玉姐女王范儿呢 是 我觉得长得如果太漂亮的话 天天还不够担心的呢 那你意思就是说 14号跟12号 两人长得不咋地是吧 我是没这意思 这是你说的 不 你说太漂亮了 我就想 你好像在舞台上第一个夸的 叫太漂亮了 男嘉宾 嗯 你有考虑过站在这儿我的感受吗 你也挺漂亮 漂亮跟漂亮还不同 那我是哪一种 那我是哪一种 你是那种大名范儿吧 那种就是 男人对他有想法的那种 谁男人对他有想法的那种 谁是 梅子是 有梅子是 意思就是说对我没想法呗 不是你 你也不是 我反正就是不是很开心 你夸了他 然后到我这儿还没怎么地说 我大概地概括一下哈 就是他如果带你 分别带你们俩出去的话 嗯 单单你是可以被带回来的 嗯 梅子可能会被别的男人给带走的人 但是你要明白 我带的出去 带的回来 那是因为我自己 懂吗 嗯 那是因为我自己 那你意思就是梅子 也不一定啊 要有男人 对他说的是也不一定 我当然要跟我男人走啊 我干嘛要跟别人走 谢明哥解围 你刚刚那说的话我没好意思说 你知道吗 没好意思说是吧 那我万一hold不住你 你不回来吗 你最点自信都没有啊 我确实有点自卑 所以说我一直在赋予自卑 我怎么从来就没在这个台上 我就没看出来 你有一丁点的自卑 你很有自信啊 上台就这样子站着 然后我觉得你 那我不知道怎么站了 没有没有 说话也是 很有自信 哪里没有自信 行吧我尝试一下好吗 啊 什么 你尝试一下怎么尝试 我肯定先了解 接触我才能确定 他是我hold住 是我猜不是啊 那我是不是你喜欢的类型啊 他都说了 看到你就是男人都有想法的 你看 好吧 是吧 但是他骨子里头啊 这个又特别的知道 应该找一个居家过日子的美女 没有 应该是单单这样的 我要给自己找个台阶下 不是 我是这么觉得 喜明哥你马上给我定位 是不是 是不是之前看过我们的节目 知道特别有才对不对 会做饭 你什么都会对不对 是不是因为看过快说是 我想说你亏的东西我也会 但是你适合结婚 她适合谈恋爱 我是这么觉得 偶了 那美子太亏了你知道 陪你谈谈恋爱 你就把人家给蹬了 我可没说蹬的你说的 对吧 你说的适合谈恋爱吧 对吧 嘉宾你好 美女你好 真是你往这台上一站 你看我们女嘉宾都痴狂了 这抢的真是激烈 好不容易轮到我说话 我是想这样说的 你看吧 我没有像旁边单单 或美子那么美 然后也没有鼓音灯那么高 我觉得我做女朋友 就正正好 我刚仔细看了看你 我听讲话 你有没有觉得你像哪个明星 诶 像谁 说说听听 你眼睛跟嘴巴等一样 有点像舒淇 这个评价 你不要毁坏舒淇 在我心里的印象啊 齐鸣哥 这就不对了 这怎么能伤害我们感情呢 真是 美女 鸣哥损你 我不认 我没损她 我觉得你举例不对 应该这样说 这评价真的是高 舒淇是女神 我呢就是女神精 精 病 是吧 舒淇也是我喜欢的女人 不是 不是 我喜欢的女神 女神 这说得我有点不可以 然后我觉得你说话 包括你的眼神和长相 挺好 很好 好 谢谢 来 各位留灯的 女孩儿 请你们做出最后的选择 四位当中灭掉其中的一盏灯 对不起 对不起 没脸 对不起 没脸 好 没关系 这个舞台就是这样 因为我不想骗你 也不想骗我自己 不能违背自己良心 懂吗 嗯 今天男嘉宾的姐姐 跟她一起创业的姐姐 也来到了现场 好 其实一直在照顾我 一直在引导我了 就是我姐 我跟我姐的感情是最深的 站中间 好 三个美女 你都看到了 你给弟弟出谋画个册吧 他们三个吧 我是觉得刘美子长得挺好看的 嗯 真的 然后丹丹吧 我觉得她应该是属于事业型的 比较干练能干的 嗯 然后丁丁呢 应该是温柔型 可以在家当老婆的 嗯 嗯 好 这就难选择了 一般男人希望三合一 既要漂亮 又要能干 还能在家里头贤淑的 做老婆的 但是呢 今天只能选择三分之一 没事 我觉得丁丁挺好的 嗯 好 这是姐姐的意见吗 对 她不会做生意什么的 我可以带带她 嗯 好 谢谢姐姐 来 请坐吧 最终拿大主意的还是你 好 告诉我三个人当中留下来的那位 是谁 8号丁丁吧 8号丁丁 听姐姐的 谢谢虎云丹 谢谢刘梅子 丁淑琪站上来了啊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心仪的姑娘她是谁 14号 常丹丹 有请 那你跟我们玩这一套 到底什么意思这个 我本来 等一下 等一下 这时候不是你说话的时候 来看一下两位姑娘的个人简历 丁如一 22岁本科广告客户执行上海 倔女孩闯四方 父母国企支援 跟着妈妈长大 她是个外貌协会的 但是注重 更注重气体 常担当21岁大专 文化公司行政管理在上海 热恋期总是比较短暂 接受比自己大12岁以内 小自己三四岁的男生 喜欢长相干净性格霸气的男生 有问题要问他们俩吗 没有我们就进入最后的选择 我能自奔一下吧 我是你们两个都想要的那种人吗 我快哭了 为什么要哭了 你现在请我上来让我丢人 如果让你丢人了 我先给你道歉 对不起 你让我也挺为难的 我和大家都那么好姐妹 对 他选了我最好的朋友 丁如一你别这么讲 选谁还真没定呢 好 来 看看 看看这个非常自信的 已经有了小小成就的男人 今天会做出一个什么样的选择 来 站到两位姑娘中间 五 四 三 二 彭晨请选择 一 一 对不起 好 我不想违背自己 不想骗你骗自己 嗯 好 我在这个台上到现在一直为止 就是都说自己虽然说 长得就是感觉是小女生 但是我一直说我自己性格都是 其实还挺强的那种 嗯 但是今天我真的到现在为止 我真的是见到一个我觉得 我没有是那种一眼心动 但是我觉得她就是让我 觉得她的气场很强 然后我想要去跟她在心 就是没有过 但是她今天这样 人生就是这样 姑娘 当别人选择你的时候 你悍然拒绝 当你有一天选择的时候 可能命运也会给你这一招 给你一下子让你感受一下 没事 我没事了 现在已经没事了 因为她选的是我好朋友 对 一个屋的 刚开始 就上海玩很久了 嗯 一个屋的 刚开始你外形给我印象 确实是我想要的 但最后 经过她说完话之后 我觉得你像个小一点的女孩 我觉得我心里如果说有精神支柱的话 可能会是她 嗯 好 那小女孩就当个妹妹吧 好 好 来 谢谢单单 谢谢 嗯 好 好好对她 嗯 放心吧 好 谢谢 今天当了这么多人的面 我也把她带走了 我也要大家见证一个承诺 如果说你以后是我的精神支柱 在我 事业烦烦烦 苦恼 回家的时候 哭的时候 有人抵张纸 就完全够了 我希望每天睁眼看到了是你 我了副驾驶永远都留给你 以后 我的每张照片 希望都有咱们两个的回忆 不管你错 还是没错 都是我错 只要你要 只要我有 我觉得你真的是一个 爷们儿 好 来 恭喜两位 请两家人获得我们一会发提供的 每人一千人的优伟基金 还有每人加一千人的礼品一份 恭喜两位好好相处 请各位收看湖南卫视 我们约会吧 节目当中缺续成功的嘉宾 将会获得每人一千元的约会基金 以及每人价值一千元的礼品 同时呢大家可以打开微信 进入摇一摇 对着湖南卫视摇一摇 就可以获得本期嘉宾的资料 具体的方式呢 请看屏幕的下方 好 湖南们辛苦了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上场男嘉宾 他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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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喽 大家好 我来自辽宁水扬 叫做张博 我的爱情宣言是 找一位女孩 和我稳稳地走向婚姻的殿堂 欢迎你 张博 好高啊 188 好壮啊 180 好 来 姑娘们一起来欢迎 来自辽宁沈阳的张博先生 请亮灯 选出你心仪的那位 接下来我们来了解一下这个身高188 体重180的男生 一起看短片 很多女孩子都喜欢很有爱心的男生 因为爱心呢给予他们安全感 而我呢 就是一个爱心爆棚 百分之百暖男 我的工作是宠物医生 平常有的时候会出去跑去 做野生动物的救助 其余时间呢 一般是在全国各地的宠物医院 做一些疑难杂症的治疗 和一些大型手术 为宠物主人还有解难 在爱情中 我觉得我是一个百分之百暖男 为什么这么说呢 女朋友很多要求 我会尽力去达到 但是我觉得应该是 射手座跟必行学的结合吧 比如说我会很二 比如说我会干一些很出格的事情 如果你看到街上 有一个揪着自己女朋友头发 并且嬉笑打闹的那个男孩大概就是我吧 虽然我是一个百分之百的暖男 但是我却被两任女朋友无情地抛弃了 因为她接受不了我一些特殊的爱好 第一任女朋友 我俩相处的算是时间比较长 而且感情基础非常好 但是中间也因为自己的犯二吧 产生了不少的摩擦和矛盾 但是其实导火锁 却是一件非常恐怖的事情 那年是我救助了一条孟加拉马 大概两米多长 因为蛇那种动物很容易溜嘛 它跑跑了 然后两天没有找到 最后在女朋友睡觉的时候掀开被子 手舍进去摸着的一截很冰凉的 总是当时女孩确实是吓坏了 哭了半天 哭了好几个小时都混不了 然后坚决不能原谅我 所以她就离开了我 我喜欢的女孩 不要求她的身高 不要求她的长相 也不要求她工作干什么 最重要的一点 她有十足的耐心和爱心 对待我和我的小伙伴们 如果你是一个 有十足耐心和爱心的女孩 那么我们约会吧 反正刚刚听到 关于她前女友 为什么离开她那个原因之后 迅速灭灯的都是单小鬼 至于吗 三少 杨文迪 你好 你也是个单小鬼吧 女嘉宾 你好 就是小猫小狗啊 什么我还能接受 你说一个 别说大猛蛇了 就是小蛇你知道吗 我都特别害怕 对吧 而且就是我找的像 你说的一米八八是吧 我想找一个183到1860几 因为我只有160 太高了 咱们两个再走一起 就是标准的情侣个人 这样我们就 哇 好高 就是太高了我也接受不了 这能身高差啊 那倒是 但是吧 我就是感觉你还是有一点就是 很强壮 虽然是能保护我 可能就是 最关键是你那个蛇吧 实在是太好了 你知道吗 就是反正我是单小鬼 然后我害怕 所以说我就非常颤抖地 把灯给灭了 如果说我们两个在一起的话 我好害怕哪一天会被吓死 不会的 那就是第一次 现在工作规模已经起来了 再也不会把那些恐怖的动物 带回家了 不会的 但是就是 我 但是我心里没有阴影的 会有阴影 不好意思 好吧 好 来18号左营 有没有养小动物 有 养狗 然后那狗还是我捡的 真好爱心 那你为什么灭灯了呢 因为你那个蛇呀 你要是床上放了100只狗 都没事 你放了一条蛇 真的很吓人 那个故事吧 其实就是 因为实在没有办法了 当时单位的车那边要检查 然后我们这个手续没有办下来 所以蛇只好放在家里了 当时放了两层整理箱 结果不知道怎么回事 那个蛇很给力的 把那个盖子 扣子顶开了 顶裂了 所以它跑了 没法控制 但是以后不会了 以后再也不会把这些危险的动物 带回家了 我特别感兴趣你 最后怎么把它又重新给弄回来 用手抓 手抓它不咬你 它不会 只要你不要做出太过激动作 它不会有攻击的一项子 它就这样 对 就跟它好好说 跟它好好说 都行 对 要有耐心地跟它慢慢来 那你应该早一点 告诉你女朋友这一点 好 对吧 它就没事了 当时她是被吓坏了 感觉精神有点崩溃 是 我也可以想象 我也可以想象 确实挺对不起她的 对 来 23号 崔菲 崔菲胆胆子挺大的 是吧 李嘉宾 你好 其实我留灯是有目的的 是吗 男嘉宾 你那个穷物垫在哪儿 我养了一只猫 我可以去检查吗 改到时间了 可以 在沈阳免费帮你检查 我也是沈阳的 好 嗯 然后 对于特别有爱心的男孩 就是 特别赞 谢谢 是因为现在男孩 脾气都是特别大 就是觉得能很有耐心 很温柔 对待小动物 嗯 还是觉得很不错的 但是 可能我和男嘉宾在一起的话 就是你在家抱你的儿子 我在家抱我的女儿 可以啊 这样一个状态 嗯 然后我再考虑一下啊 看一看接下来还有什么问题 如果可以的话 我会为你留等 嗯 谢谢你嘉宾 这个崔飞是有目的的哈 为了自己的小宠物 这倒也是哈 免费的 现在这个爱小宠物的 一些漂亮的女孩 都挺喜欢的 你这种搭讪的机会 应该很多吧 嗯 很多吧 但是大多数都是 工作上的搭讪 嗯 我会努力帮助每一个 小宠物的主人 答有简单的 嗯 15号十四语 你给我的感觉就是淡淡的感觉 就是没有什么特别突出的点 但是我又觉得你呢 又是 适合过日子的那种 就是 领回家里 然后又给我的父母看 父母会很喜欢的那种 然后因为 我找男朋友 我妈妈就想让我找那种 乖巧一点的 就是那种男孩子 嗯 不在外边就是 嗯 冷气八糟的 要有一个稳定的工作 所以我觉得你这一点 还蛮好的 我就想再往下看一看 嗯 再加上我觉得你的工作 应该还蛮有危险性的 因为每天要跟各种的小动物 打交道接触 嗯 不会啊 我来回答你这几个问题 嗯 第一个是我确实是一个 很稳的一个人 我从来不去泡巴啊 这样或是 就泡巴任何酒吧啊 我除了平时爱旅行 自己爱做饭 研究美食 认识朋友什么的 但是我从来没有在夜店里面待过 然后还有就是危险 对于这行业的危险性 我想解释一下 就是只要做好的风险 防控这个行业是没有任何危险性的 一些职业病都是 一些细节上的问题产生的 但是这些问题如果在城市 在宠物这个方面是绝对不会有的 所以我觉得你不适合做男朋友 更适合做老公 谢谢你 好 谢谢大家 来 我们接下来就来了解一下 这个十四于嘴里所说的 适合做男朋友 不适合做老公的人 他的情感的经历 或者说他想找一个什么样的女生 好 来我们一起进入大考问 考问开始 男嘉宾 你双十一购买的宝贝都收到了 有十几件已经收到了 还有十件在路上 看来你也是个典型的剁手党 这个问题我不是很赞同 第一就是我喜欢买东西 但是大多数东西我买了以后不会后悔 第二我觉得买东西 这个算是物质上的一个选择吧 但是我感觉生活中缺少的物质 确实特别乏味 在网上你都会买些什么 我主要会买一些我自己喜欢的 有收藏价值的东西呢 同时我喜欢给女朋友买一些 我觉得好看的 可能你们不是很喜欢的那种 森林系的服装啊 有一些配饰什么的 然后同时我还会给我爸妈啊 我的亲人买一些滑而不实的东西 比如说很贵很贵的扫地机器人 然后很贵的那个洗脸刷 什么导入的 我觉得看评价它比较好 我就会给他们买 但是我不会想 他们到底需不需要这些东西 购物是你生活中很重要的一部分 是吗 我觉得购物吧 既是我的爱好 也是我人生中的一个动力吧 然后我觉得买东西满足 我身边的人的物质需要 我感觉这些做到了以后 我们感情会更近一些 男嘉宾你真是有钱任性 这个不太好吧 因为我跟其他男嘉宾相比 我算是相当没钱的了 但是任性这个还算是有 考问完毕 这个是生活当中男嘉宾的一个爱好 被我们的Mr.Right给问出来了 其实我更想知道的是 他对待女友的这种要求 他到底想找一个什么样的女性 这个问题就留给在座留灯的姑娘们 好 来 男嘉宾你好 其实你这个性格多好呀 对不对 人家有钱任性 你没钱也任性 像这样的话 你前面两个女朋友就不能走啊 这么任性一个人对不对 而其实我跟你说 女生都是很有爱心的 你不是喜欢买一些东西送给女生吗 女生特别有爱心 像一些小动物都特别地爱 比如说汉马啦 宝马啦 陆虎啦 这些动物啊 女生都特别地喜欢 我告诉你 这些问题吧 像什么汉马 陆虎 宝马那些 目前呢 我还正在读研究生 可能会驾驭不了 但是我以后 甚至空间会相当地大 我觉得你这种对吧 没钱也任性的人 对不对 就是对女朋友 像这样子的话可以来 可以吗 你不是没钱也任性吗 没钱也任性也分阶段 但是你在网上买那么多东西 都是你觉得生活当中 有用的东西吗 对啊 因为我很难听到身边的男性朋友 能一次双十一在网上买那么多东西 我会买很有用的东西 我自己觉得很有用的东西 而且必须含有一些科技的东西 那你买这些东西给女朋友 但是你明知道她们都不喜欢 你还送给她们 有的确实很喜欢 绝大多数很喜欢 只有少数的可能不对味吧 极少数的 可能你刚刚没说清楚 但是我也是一个特别任性的人 我也就算不上有钱 但是我也属于那种非常任性 所以我觉得我俩在一起 家都得拜光了 这个问题吧 其实我的收入呢 虽然不方便说 但是完全够拜 我自己是够拜 然后至于你呢 如果需要一些特别特别 我接受不了的东西 那对不起 我们可能不太适合 我就不需要拜你的 因为我性格很强 我不喜欢拜别人的东西 我就喜欢拿自己的东西拜 这叫任性 这个吧 任性这个问题分一个度 我觉得一个家里的资金来说 是有一部分用来理财 一部分用来保险 然后很多一部分用来做应激基金的 如果全用来拜的话 我觉得不好 因为我用来 至少我用来拜的一些钱 都是一些闲钱 可能是因为我太任性了 所以我要找一个不任性的 我吧 好 你好 那女嘉宾你好 我之所以给你刘灯刀 现在是因为你的职业 特别吸引我 因为我就是对医生这个职业 就有着无限的崇拜和向往 以及迷恋 就是一种 不论它是 就是治疗我们人类疾病的 还是治疗动物疾病的 但是我对你这个任性 因为我是一个 几乎就没有什么机会 我也不是很喜欢任性的 这么一个人 就是你在购物上的这个习惯 就让我想到了我妈 我妈就是她特任性的 就是在疯狂的买衣服 各种买衣服 就是她 几乎每天都要穿 不一样的衣服 她也是这么说 她说 因为我妈妈 就是也算比较能证 她就说 我是把我这些钱 都已经分配好了呀 然后我就今天 哎呀比预知多了一百 明天比预知多了一百 后天比预知多了一百 等到月底之后 她所有的预算 全部都变成买衣服了 然后你刚刚就也说 你会在网上买一些 你父母根本都不需要的 而你却认为很 就是很好的东西 你觉得你这样做 现在的爸妈吧 其实你对她 好像买一些 用吸尘器来替代 道巴之类的 她会觉得很浪费 但这个确实是很省时省力 爸妈虽然嘴上那么说 然后我觉得我做的 至少减轻了家里劳动力 因为人老了嘛 毕竟身体不像以前了 颈椎啊 还有那个腰椎什么的 会出问题 如果我要能为她 我现在不经常在家 但是能为她做更多的话 我觉得她即使说我两句 我也会买 那哪比你在找女朋友上 你是希望一个 找一个和你一样 有没有钱都任性的 还是找一个没有那么任性的 这个问题我觉得吧 交往过程中我们都会沟通 主要呢我想找一个特别稳的 就是不会因为一两件小事 然后就那么大吵大闹 然后一起用事之类的 然后基于这钱上的话 生活中也不是说这一两句话 就能说得清楚 因为两个人我真在一起了 准备走上结婚了 经济的问题 肯定会协商得很好的 因为现在大多数结婚的人 没有说我俩经济都不清不白的 我俩就结婚了 没有 其实我可能会个人感觉 你要适合一个会理财的女生 其实这个你来我往过程当中 其实大家会听得特别的清楚 男嘉宾真的不是我们传统意义上 给定位的那个剁手挡 不管有用没用 只要看的是便宜的 只要说是什么这个五折的 三折的 管他三七二一 管他家里到底能不能用得着 全部给拉到那个购物车里头再说 那样的剁手挡真的是越少越好 我恨赞同 哈喽 男嘉宾你好 我也是沈阳的 我留灯到现在呢 是因为我真的非常欣赏你 也非常喜欢你 我想我会把灯一直留到最后 之前你说你是宠物医生 非常有爱心 喜欢消宠物 我也是 像我在家比如说有时候 会自己烹饪一些食物呀 吃不吃不了的 需要扔掉呢 我从来都是打包到一个袋子里 然后下楼 把那个袋子放到楼下的 那个花坛旁边 然后把那个袋口打开 为那些流浪的一些小猫小猫 这也是我一个特别喜欢的爱好 我平常就喜欢把一些剩菜剩饭打包了 然后用你以后记着 然后记着用那个温水 对 把它盐分冲淡以后再喂它们 不然会造成身体健康的 对对对 因为这个食物扔掉也是很可惜的 对 我是绝对的环保主义 而且我 而且你们 你之前讲的那个盲蛇的事情 我也不会害怕 因为我也不怕蛇 而且我看到那么大的蛇 反倒我也很高兴 物以类聚 现在很多人都喜欢另类宠物 而且你在双十一购物买了那么多东西 他们说你有钱任性 然后你又说你自己没钱任性 但我觉得你认不任性 我觉得你都是理性的 因为你不在双十一的时候购物 那你在别的时候购物的话 那就要花很多冤枉钱 你在双十一的时候 可以为你省下很多的钱 而且你是精打细算的我觉得 我特别喜欢你 谢谢 好了 来 各位 留灯的姑娘们 我们做最后的选择 来 她是你喜欢的男生吗 六号 李子妖 还有二十八号 傅孝阳两位留着灯 好 两位 一人三十秒钟时间 告诉男嘉宾 为什么要为她留灯 六号 您好 首先我也是沈阳的 然后其次 我觉得你的购物行为我可以忍受 因为我是一个可以经济 特别独立的女生 虽然说你可能不需要我这种 比较闷的女生 但是我可以为了你 捡起其流海 脱掉高跟鞋 变得活泼开朗 没有啊 我没有特别喜欢一个 特别可爱的女孩 我觉得女孩做自己最漂亮的 我跟阿子 我们是两个完全不同的类型 我为什么给你留灯 刚刚我也说得很清楚了 所以男嘉宾希望你考虑我 好的 我是绝对愿意跟你走的 两人当中 只能留下其中的一位 告诉我她的号码就可以了 我选二十八号 傅孝阳 二十八号 傅孝阳 有请 谢谢六号 李子妖 谢谢 来看一下新衣的姑娘她是谁 三十号 杨文迪 来 我们看看两位姑娘的个人简历 傅孝阳二十岁本科 博学讲师助理在北京 我是够爷们儿的女朋友 希望找到一个低调寡言的魅力男人 杨文迪二十一岁 本科武征教师在沈阳 对对方的要求是不喜欢太招风阴蝶 太帅的喜欢成熟稳重 能够照顾人的 希望身高一八三以上 至少要大四岁 两位姑娘站在这儿了 有问题就问 没有问题我们进入最后选择 刚才问题已经了解差不多 但是我还想问 来自沈阳的这位姑娘 然后咱俩的爱好我看了好像差不多 你为什么会灭灯呢 我特别不理解你会灭灯 而且灭那么快 杨嘉迪你好 你好 我是一个就是如果说要喜欢的话 我会纠结一会儿纠结到最后 如果说我这第一眼看着就不太喜欢的话 我一般都是第一时间马上灭 关于是你说那个蛇吧 我真的是 哇 完全就惊呆了你知道吗 我如果说那样的话 我不是像女朋友会跟你分手 我是直接就死了 我就直接被吓死了 不是蛇给我咬死了 就是我自己心脏受不了 我自己鬼片都不敢看 对 嗯 还有问题吗 没有 没有 来 走到两位姑娘中间 五 四 三 二 张伯 请选择 恭喜两位 谢谢文迪 来 带走你的女孩吧 节目的最后呢 我们要特别的感谢你好漂亮集团 对我们节目的大力支持 今天节目就到这里 再见